除了之前的西社抄袭 还有一个找我们控诉制作最高的 就是网上谁抄了谁的构图 要我们给鉴定鉴定评评理 这些孩子可能误会了 豆豆村的村长只是一个姓名 姓村名长 What 不是真的村委会调解他吗 管不了哪位大大抄袭了哪位大大的大兄的构图 我们能做的是传播正确的绘画设计知识 普及这些几百年来伟大艺术家们总结出来的构图的真理 请务必尽情的抄袭 完美构图法 村民们现在请你们把猥琐的目光 从村长纯洁无瑕的身体上先拿开 看看你周围的环境 是不是感觉视野范围蛮大的 能用膀胱看到不少区域呢 余光 但你试着在余光处放本书 眼球不要移动过去 拼了命看你能看清楚上面的字吗 That's right 根据新的科学研究 神创造人眼的时候 只有中间switch那么大的区域用的高清屏 其他区域都用的分辨率极低的劣质屏幕 全靠大脑组合起来 接骗我们这些人类小白 我去神是华强没卖翻新电脑的吧 正于如此 我们这些弱弱的人类看一幅画的时候 一安只能注意到很小范围的图案 而构图的根本目的 就是去引导观众中间这块小的高清屏 像电影一样流动的观看一幅静态的图画 去理解画面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故事 不懂构图的结果 很多不好的速成果曼已经给出了最好的范例 大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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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长的大脸 和色彩一样 加点了构图 绘画 设计 漫画 摄影 电影 等视觉艺术相关的所有技能 都能享受的加成 那么有哪些能瞬间让你画面高大上的构图方法呢 三等分构图法 Rule of Third 把一幅图横切两刀 竖切两刀 把画面最重要的部分放在四个焦点附近 或者对齐这些横竖线 人眼就能更舒适的观看画面 我们用这个构图方法来解决一些模型孩子 把地平线画在正中 画面看上去很无聊的问题 试试让地平线对齐上面这根标线 或者下面这根标线 爽多了吧 连iPhone相机都有这个三分法的标线 拍照时把你奶奶的头放在这四个交叉点上 有没有感觉奶奶更加荣光焕发了 三等分构图法 堪称史上最强的构图原理 只要学会这个 就能随间变成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才怪 三分法其实是不懂构图 不去真正研究构图意义的美工摄影师 最喜欢用的无脑构图法 机械地按照三分法构图出的作品 很可能像这样 或者这样 对村长这种真正的艺术鉴赏家来说 那么怎么样拯救被街边小广告美工用烂的三等分构图法呢 平衡Balance 村民们可以把自己每张作品想象成敲敲板 如果我们在其中一边加上村长 有没有感觉没有平衡很不爽 那么我们加上一个小动物 稍微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点不爽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村长大呀 现在做这么严 你想我们以后只能放YouTube上吗 咳咳咳 顺咳 顺咳 顺咫 顺咽 顺咳一提 现在YouTube上斗斗村 channel 是真正的官方账号 不用再担心会无缘无故 消失了 在海外的孩子们记得subscribe to 斗斗村 乔看乌马版斗斗村视频 哦 哦竟然是个无子的广告 所以如果一边放了单个 大的觅及的颜色很重的图案 另一边就放上几个小的松散颜色浅的图案 让画面平衡起来 这让三等分构图法真正发挥作用的秘诀 中心构图 center composition 原理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很多构图的教程就这么草率地敷衍过去了 但村长这种科学在画手 可不接受这么任性的解释 像E equals to MC square这种打不破的才叫原理 否则不就是胡说八道呢 稍安误导 后面会解开这个谜团 中心构图用于需要重点强调某个图案 能够给观众带来最强的统地力 中心构图的绝窖是保持上下左右其他图案的平衡 否则就是狗屎构图 明导线 画面中有明确的透视线条 或者很多小图案排列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曲线 都指向画面中最重要的部分 比如看这张海报 车身 车的投影 山脉的方向 都引导着观众看向角色 和角色更前面合战后世界的凶险前路 就这么一张静态的构图 一个字不用表达清楚了Mad Max整个电影系列的精髓 这就是优秀构图的威力 不光线可以引导人眼大小 明暗 也可以创造一条引导观众视线的路径 村民们能在这幅图中看到一种流动或者观看的顺序吗 这幅图呢 从角色到地面 到远处的山脉 到最重要的标题 PS 能熟练运用这个原理在漫画中 也是斗斗村美术人员应评测试 最基本的考核之一 画框 Framing 借用画面中某些比如门框 山洞 甚至胯下 可以把画面分割成类似漫画格子 格子里面的东西 人眼更容易关注到 比如远处迷雾中的人影 很容易被漏掉 但假如这些人影 对作品想要表达的故事很重要 需要观众的视线去注意到 那么怎么办呢 夹个刀啊 现在你的眼睛敢不盯着胯下之物吗 交错 Intersection 这幅图村民第一眼注意的是什么地方呢 这里 对吧 当两个物体很接近时 这条小缝就会格外的抢眼 我们可以用这个原理 去表现男主和女主之间的牵绊 或者男主和男主就要开干的冲击 因为马上就要碰到又没有碰到的欲望 要比真的摸上去强烈太多 相反没有需要表达这种含义的时候 这个原理是可以用来判断一个设计师画手 是不是新手的一个小技巧 自测一下自己的作品里 有没有经常把角色之间刚好这样接触着放在 或者把角色踩到画面边缘的习惯 角色朝向 Leadroom 如果角色在画面右边 就让他面朝画面左边这块大的空间表演 观众观看时才舒适 那么可不可以反向呢 Of course you can 当你不想要观众舒服的时候 比如想表达角色内心有什么不安或者前途不堪的时候 反正就是要开始装逼了 角色朝向这类技巧 与其说构图不是说更靠近镜头技法 我们会在构图的姊妹片分镜中想数 Just stay tuned 黄金比例构图法 The Fibonacci Golden Ratio 800年前人类从向日葵 星系马辣田螺中发现一个神奇的比例 1比0.618 这个数字也刚好是一个几何体 从八维空间投射到四维空间的体积倍数 黄金比例也许有一天能解开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 解答我们到底是不是更高维空间的一个投影 一个虚拟现实的游戏 但是我们这些搞艺术的繁复数字 可以先用这个香辣田螺一样的标线来指导构图 把一幅图最重要的地方放在这个田螺的中心 其他关键的图案沿着田螺的弧线 一开始说的三等分构图法 其实就是黄金比例构图的无脑缩水版 如果说黄金比例是神的创造 黄金比例构图法用的好 可以创造出神座 用的不好可以把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奇心座 动态对称构图法 Dynamic Symmetry 1867年J.E.Hambish提出的基数学的完美构图法 黄金比例的疯狂加强版 用一系列这种标词来规定构图 把重要的图案放在这些交叉点上 把你画的物体 肢体和这些交线平行 把图案安排在这些创分的区域中 都可能让你的作品更接近神 开始的三等分法和中心构图法的矛盾 也在动态对称构图法里被解释了 因为除了周围的四个交叉 中间也有交叉 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是视线的舒适点 但关于动态对称的书籍比较稀有 我们在本期视频的微信贴子中 帮村民们找到了一些原版资源下载 英文不错 想继续深入探索这种神一般的构图法 村民们可以继续研究 越年轻越初学的孩子们 越希望寻找一种连着某种标签画 就能排版出美丽图画的秘籍 但能让任何绘画摄影作品 真正变成优秀的是 对比 对比用好了 可以无视上面所有技法 或者说活用上面的所有技法 才能达到最好的对比效果 一幅画什么地方是重点 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靠各种对比表达出来 比如 给大的东西加个小的 表达觉神内心的细腻 冷的场景加点暖的 表达角色的勇敢和强大 冻的东西里加点近的 表达角色的孤独 密集的东西里加点稀疏的 表达快突了 很多非专业的孩子可能认为 像清明上和图一样 每个地方都平均细致地刻画出来 那肯定是神座楼 平均精细地刻画每个地方 反而让观众不知道看哪 哦我懂了 我只会上色大脸 不是偷懒 这叫对比 所以构图到了最后 我们再次回到了艺术人的基本 萌新村民们最害怕的 怎么讲故事上来 因为怎么讲故事 又是一个没有办法述成 只能靠长期阅历积累的功夫 成长你有一次鸡片了 绘画艺术的任何分支 都是环环相扣的 想靠点小技巧 躲过五箱基本属性的磨练 是不可能的 拿构图来说 你需要提升表达点数 知道怎么靠自己的构图 操纵观众的感情 需要提升理智点数 了解数学 精通为什么对角线上 画一根垂直线 就刚好能得到 更好二个单位的长度 提升创意点数 却找到标新利益的对比方法 漫画家导演 也能依靠常年 在表达故事的磨练中 靠单纯的审美 和有经验艺术人的第六感 绘制拍摄出这些 和规则完全吻合的完美构图 所以把这些规则留给科学家们 因为我们艺术人的目标 只是讲好一个 让几百年以后的人 都能津津乐道的故事 斗鸡 对了 都是从招募坚持和卷子的达人们了 会设计可爱卡通形象和表情的 会做设计感爆棚的 使用海报的 会做流畅的Flash和After Effects动画的 会画棒棒的漫画的 会写超级有趣文案的达人们 疯子们 欢迎给我们发来简历和你的大作 下期我们帮助画手村民们 攻克心中永远的痛 怎么画透视 在微博微信 BillyBilly都的村 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咱村大学 可能会改变你未来工作生活的 有趣又有用的视频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